大家好,我是小新先生 今次是和大家開箱的就是英雄勇將的RIDER 新蒙面超人的第一號 新蒙面超人第一次加入英雄勇將系列 當然我們不意外,也很期待 剛剛派貨不久的時候應該都買得不錯 都很難買得到,都要撲回來 看到封面就是藍藍綠綠的底色 配以招牌的變身動作 另外一邊看到大頭的樣子,非常帥 另外後面有官圖告訴你 這隻英雄勇將第一號,它的細節位 看上去都頗帥,頗有型 現在事不宜遲,立刻開出來和大家玩一下 好,鏡頭一轉開了箱 看到眼前的一隻英雄勇將的新蒙面超人第一號 看到它跟以往一樣,也有一個透明的Stand 一顆腳膠,是讓你去定位的方 就是拉打,站得穩固一點 當然你可以不用它,可以先撇開一邊 好,另外開箱後看到 整體上面的造型是沒什麼問題的 感覺都不錯 但是有什麼東西呢,我們先去另一另看看 好,那基本上我們可以看了之後 細節一點,讓大家再看清楚一點 就是想看看有沒有偷色的位 給頭盔和正面,大家不要看 有沒有看到有什麼東西是漏了呢 沒錯,就是中間的那顆物 其實是寶珠的那顆石 這個位置沒有上到顏色的 對眼看上去跟模型和SHF的版本比 就是它的眼睛好像暗了一點 其實就比較沒有那麼橙白色 就是比較近似帶子的粉紅 這個三個版本都有些差別 我覺得它還可以的,也可以接受 因為在不同的燈光和光線之下 它其實應該是不同的反映出來的顏色 好,我覺得沒有一個特別的作準 另外反轉後面就是 頭盔後面應該有一個標誌 這個位置也是沒有了 另外其他要挑剔的地方就是那條頸 那條頸正常來說,它露出自己本身的皮膚 就是它那個位置沒有帶到什麼遮住 但是現在就變成黑色的膠 這個位置又差一點 另外就是腰帶 腰帶反而銀色的位置都有上齊 都可以 就是漏了點一點的紅色的 點在圓形的位置 這裡也是差了一點 而且腰帶上應該不是純粹銀色的 就有一些黑色紅色的部分 好,另外就是後面 亦都是可能部分的那些線 就黑得不夠深 反而嫌它太過淺了 看看滲線可不可以滲到它 或者我覺得它真的有點薄 另外就是銀色的一點點 可能會點回上盔甲上面 綠色的地方 它都是欠奉的 最重要就是皮套的感覺 你看起來它是黑色的 正常都還可以 但是我覺得模型版和SHF版本 皮套的質感 帶一些甩鎖的磨砂 感覺是會好很多 會強很多和漂亮一點 為什麼呢? 我們拼一起看看 很模型的版本 以及SHF的版本 站在一起三個拉打 現在就 就會覺得它很光滑 很亮 它的皮套 好像質感上都差一點點 大家都很明白 英雄勇將本身的定位 大概是100元左右 一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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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水的價錢 就當是買一個 高質素一點點 上齊色給我們 大部分 扭蛋 大扭蛋 李鷹應該沒有要求那麼高 不知道為什麼 今次這隻 叫做森門面出人 感覺上好像 不是說不漂亮的 就是這位 可能要再精細一點點 今次就可能有些 有些 可能所有的黑線的位 都好像給我感覺上 好像不夠深入 不夠精細 有些薄的感覺 這些位差一點點 上色都是差很輕微 那些位置我也明白 不過最慘的是 後面的標誌 沒有了水貼 或者沒有了一張貼紙 或者沒有了印刷上去 雖然頭盔在後面 很少特別去看他的頭髮 但如果有了 就會更加之好 對不對 好 今集幾個英雄勇將 新蒙面超人第一號的開箱 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又再見 就這樣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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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海外的小借 有平出的小借 如果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